我们这节课呢 继续把关注页剩下的功能去给它完成 我们现在把文章的页面布局 包括我们的数据显示 我们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们还差一些内容 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在我们从首页或者是从其他页面 第一次切换到关注页面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没有数据的 因为我们要等待我们的数据加载嘛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它点到首页 那么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我们的关注页呢 处于一个没有打开的状态 然后我们点击关注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短暂的空白阶段 是因为我们的数据没有加载完成 所以我们的内容呢 没有在这里去显示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loading 就是在我们的数据没加载完成的时候呢 去显示一个等待的提示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同样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当我们点击关注 我们把这两个按钮去给它取消掉 当我们取消之后呢 这一条数据它会消失 同时呢我们再去取消一个 如果我们这个页面没有任何的数据之后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再给它刷新一下页面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关注文章里已经没有内容了 那我们这里什么都不显示 什么都不显示的时候 我们应该给用户一个提示 没有更多数据 或者暂时没有数据之类的一个提示 在这里去显示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把这部分的内容去给它实现一下 loading mode组件呢 我们也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到follow页面 我们的关注页面直接在什么位置呢 在我们的list card上面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个 我们去写一个组件 我们叫uniloading mode 把我们的组件写完之后 我们要给它一个状态 状态呢我们就叫loading就行 这个页面我们没有上拉加载更多 所以我们不用去动态的去替换它的内容 然后呢我们要什么时候去显示这个组件呢 就是我们的loading mode组件 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条件去判断一下吧 那去显示肯定是我们的lens是等于0的时候 那什么情况下等于0呢 我们会有两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就是我们的页面刚进来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这里有一个默认值 我们就是一个lens是0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list数组 就是我们获取数据之后 我们获取到的是一个0 那我们的list.lens等于0呢 会有这两种情况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先给它去实现一种 另一种情况呢 我们一会儿再去给它解释一下 这样我们先假设它是我们第一次进入页面 我们会等于0 我们要去显示outloading mode 然后呢我们需要给它一个icon type type呢我们用snow雪花的标志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正在加载中 加载完成了lens不等于0 它就会消失掉 那如果说我们都取消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那没有数据了 我们lens等于0还是等于0 它就会一直在这里显示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显示的是什么内容呢 是不是下面会有一个提示 用来提示我们用户这个页面没有数据了 这么一个文字提示是不是就不去显示它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内容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will 我们表示一下没有数据 那什么情况下会显示没有数据呢 就是我们的list.lens等于0的时候 但是这个等于0啊 它不是我们初始化等于0 它必须是等我们复完值之后 它才会等于0 所以我们需要用另一个变量 我们去给它标识一下 我们叫文章吧 article show 默认我们去给它一个force 就是默认我们不让它显示 那什么时候去显示呢 我们在我们的获取数据里面 获取完数据之后 我们去给它付个值 等于什么呢 this.list.length 它如果等于0的时候 我们给它付值 付一个true 否则呢 我们给它一个force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在显示的是没有数据 但是我们的正在加载 还在显示中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 我们在这里给它加一个条件判断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变量呢 我们给它取个反 那取个反 说明跟它的状态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保存一下 所以这里呢 它就消失不见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没有数据 和我们的loading的一个判断 那我们把没有数据呢 我们去给它加一点样式 我们叫knowdata 那我们直接来到最后面 我们在这里去写它的样式 首先呢 我们先给它一个pudding pudding上下50px 然后呢 放的size 我们给它一个14px 最后我们再给它一个-999 一个color 然后呢 让我们的文字 我们去居中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center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数据样式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去添加一个文章 然后我们点击收藏 我们刷新一下 回到我们的关注页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内容就是正常的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 正在加载中 然后把它的数据给它删掉 加载中啊 没有数据 那我们看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我们的页面呢 我们去点击收藏的时候 我们的状态是没有刷新的 我们这里去点击收藏 那么我们关注列表呢 还是以前的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到 就是我们的首页或者关注页面呢 我们去互相点击收藏 那么对应的页面 应该会有一个动态值的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到之前 我们课里讲到过的一个 自定义事件 来去完成我们这件事 那么首先我们要找到 我们这个点赞的组件在哪里 我们叫lack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我们点赞成功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给它一个什么呢 我们叫uni uni.dollar imit 我们去给它发送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我们叫update article 那为什么叫这个事件名呢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详情页面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去在收藏文章的时候 我们去实现过一个页面的刷新 那么我们用同一个事件 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个 update article的一个自定义事件 声明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哪里 在follow 好 我们在这个页面 我们去监听一下 uni.dollar 然后呢 我们去监听这个事件 监听这个事件之后呢 我们接收一个回调 回调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关注页面 出发 那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关注页面 我们给它打开 因为自定义事件 它只能在打开的页面 里面去出发 如果你这个页面 没有打开呢 它根本就监听不到 我们的uni.dollar 所以它是不会出发的 我们这里去给它补充一下 自定义事件 dollar 只能在打开的页面 出发 那我们页面已经打开了 所以我们在首页里面 我们去点击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收藏成功 我们已经提示了 我们再点击一下呢 那么我们会发现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页面 我们去点击收藏的时候 页面会重新刷新一下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在去点击 我们的收藏组件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list里面 我们去给它 已经监听过一次了 那我们看list组件里面 create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当时监听的是 detail里面 发送过来的 update article的这个时间 但同时呢 我这里呢 我还去监听了一下 我们现在在lex里面 去写的这个触发呢 我们只想让它去触发 我们关注页面的这个时间 但是呢 lex 我们这个组件 你只要去点击 它就会去触发 我们list里面的这个时间 那显然是不对的嘛 那你每次去点击 你不管在什么页面 只要是点击lex 那我们都会去触发 首页的刷新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用户体验是很差的 所以我们要去加一个判断 我们只在follow 页面里面去点击的时候 它才会触发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找到list这个组件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就叫taps 我们叫follow 我们去给它标识一下 我们只在这个页面出发 我们找到list card的这个组件呢 我们在这里去接收一下我们的taps 那么它接收一个string 同时呢 它有一个default 让我们给它默认一个空字不串就可以 然后taps怎么用呢 我们需要在每一个lex组件里面 我们这里找到每一个的lex组件 我们去传给它 我们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样的话 我们的lex组件也就知道 我们当前是在哪个页面点击的 然后保存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再回到lex组件里面 同样的我们要去接收 那接收完之后呢 我们把taps这么做 我们是不是直接在这里 去传给自定义事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到自定义事件里面 出发的地方 那么我什么地方出发了 list里面 我们在页面呢 这里边出发的 我们其实是不用管的 在这里出发的呢 我们肯定是要它每次都执行 但是在list里面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判断条件 我们返回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去给它答应一下 那么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报错 那报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list card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类型 我们应该写string 我应该是一个对象格式 不应该是一个自我穿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同样的 alex里面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这样就没的问题了 然后我们把关注页面 我们先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看我们去点击 点击之后 我们这里会有一个提示 我们叫follow 如果说我们回到首页里呢 我们清空下控制台 我们再去点击 那这里呢 就给我们返回一个call 这就说明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当前要点击的是 哪一个内容了 那我们知道之后呢 我们就好做了 我们在list里面 我们去判断一下 如果我们的这个参数呢 等等于follow 那么我们才去执行 下边这段操作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再去点击收藏 这样呢 我们页面就不会去重新刷新了 然后我们回到关注页面里面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当我们去点击的时候 它是什么都没有触发的 因为我们的逻辑还没写嘛 所以我们要把逻辑补一下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每次触发呢 我们去刷新一下内容 那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都给它删掉 可以看到呢 每次都会去触发我们的内容了 然后回到首页 让我们去点击一个 我们再去点击一个 我们收藏了两个 回到关注呢 我们这里就去显示两个 那注意看啊 我们这里两个是收藏的 我们在关注里面呢 我们把它取消掉 那回到首页 我们这两个呢 就已经取消掉了 这就是我们互相关联的一个自定义事件 我们可以去通知其他的页面 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们去详情页面 我们点击收藏 收藏成功之后 我们回到首页 那可以发现这里呢 其实已经没有去更新了 按理说应该去更新的 那怎么办呢 是因为我们在list里面呢 我们去写了一个条件 所以它没有去发生一个对应的变化 那么我们只需要怎么做 我们找到detail 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去发送事件的时候 我们去手动给它传一个follow 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条件一致 那我们再去到我们的详情页面里面 我们取消收藏 我们再点击一下收藏成功之后 回到页面可以看到呢 我们页面也就已经刷新了